我們這棟偷貼很漂亮 一樓二樓三樓四樓 五樓是一個 衣帽間 洗衣間 一樓我們目前是做 這個孝親房的使用 也有人去做個小客廳 或者做個小辦公室 然後在二樓呢 有規劃的客餐廳 一顆電錶 然後是使用 桶磚瓦斯 剛剛我們說了 一樓有些人會規劃一個小客廳 因為我們那一套衣浴設備是有淋浴的 然後又一個小陽台 這邊來做一個小辦公室 放個三四張桌子沒有問題 我們轉頭上二樓 客餐廳 從一樓上來之後 二樓就是做客餐廳的規劃 通風採光很好 我們西邊是有一個大窗戶 然後我們朝東的地方呢 也是有一個小陽台可以出去 空間感啊 室內的感覺非常的舒服 我們大概從角落我們再拍一下 你看看 這客餐廳的感覺很棒 我們客餐廳上去之後 三樓就是主臥 光線很好 三樓主臥的採光也是很棒 還有一個很大的浴缸 還有一個風景 淋浴 還放了一個茶盤 很舒服哦 這是三樓的空間感 三樓做主臥 四樓就是兩個房間 四樓的房間很棒 天道酬勤 這是四樓後面的房間朝東 然後一套衛浴設備 有淋浴間 臉盆馬桶 然後四樓朝前呢朝西的另外一套 一個房間 冷氣也都有裝好了 採光也是一樣的 OK 我們上到五樓去看 五樓光線一樣很棒 這邊可以看到朝東的中央山脈 非常的漂亮 高雲交流道 五樓有一個洗衣房 也有設備一個冷氣 所以再做一個隔間起來 也是一個漂亮的房間 很棒 愛上高原社區 我覺得它最吸引人的應該是 這兩棟透天中間的洞局 相當的寬喔 大概超過了十米 這邊呢是朝東這邊朝西 因為這兩排透天的距離很寬 九米多十米 所以很開闊的感覺 那龍潭高原交流道開通之後呢 這周邊的房價 還有來看房子的人也變多了 這是銷售中心 汽車經過這條線之後 它門就會自動打開 這社區的一些小公社 我們從這個門出去 這區的門面也蠻漂亮的 社區的大海報 高原交流道雙車位 出來之後的路線 也蠻好的 那邊是愛上高原 應該是二騎 從這條馬路出去 幾乎就是一分鐘就上高原交流道 出去就高原交流道 非常方便 那我們今天發電哥的房地產直播 桃園龍潭高原交流道 愛上高原 太棒了 太棒了 謝謝 і 謝謝